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之关键又是恢复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因为正是民营经济的衰败才导致今天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分析指出 眼下的问题在于习近平当局拿什么去激励民营企业家 光扣舆论造势和官员表态是不够的 把马云请回来 把罚款还给阿里巴巴 也许更能起到效果 海外时评人士邓玉文撰文分析指出 仅仅会议喊几句漂亮话 舆论造势或者官员表现出一种和民企和解的姿态 就以为能够打动企业家 让他们相信政府的诚意 被当局解围是不可能的 民间没有被中共的喊话蒙蔽 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 习近平真要提振民企信心 说太多了都没用 去东京把马云请回来 让他重掌阿里 并将罚款还给阿里 马上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云和他的阿里集团 是过去几年受中共打压最重的代表性企业家和企业 在蚂蚁金服上市前一刻 中共无限期叫停了这家当时全球最大的IPO 让马云想将企业触角 深入金融的梦想完全破灭 他本人也受官方严厉的监视和行动限制 淡出公众视野 随时有可能被官方投入监狱 也许仅仅是因为他身上太强的标杆作用和国际影响力 习近平估计这样做很可能适得其反 才为下此重手 但马云早已经身不由己了 文章写道 除马云外被当局收拾得服服帖帖的私企 还有滴滴和新东方 习当政的十年 中国一批知名私企 或在当局的反腐民意下忽然倒塌 财富被政府洗劫 掌舵人成为阶下囚 如明天系和肖建华 安邦和吴小辉 或者至今在死亡的边缘挣扎 如恒大和许家印 一些企业虽然好不容易活下来 财富也大幅缩水 如王健林的万达 更不用说倒在动态清零下的无数中小微企业 可以讲在习的新时代 中国民营企业 民营经济和企业家们遍体鳞伤 活得非常艰辛 文章指出 中共当局会去东京三国茅庐 把马云请回来吗 作为当局防范的标杆人物 由政府出面邀请马云再回阿里 经上的面子往哪搁 习即使内心认错 可面子不能难看 而请马云回来 等于是对他公开的羞辱 人们看到 由前政协委员 贾康领衔的五名经济学者 最近写的一封给当局的奏折 建议政府出台时置信举措 提振民营经济信心 所提七条具体意见 却没有请回马云 或类似为受冤案的企业家 进行平反的内容 是他们没想到这一点吗 当然不 大概率是他们认为 要当局去请马云回来 或者为孙大午这类 以判重刑 财产被没收的企业家 再审平反 基本不可能 提此类建议 只能自讨没趣 此外官方还有第三张牌可用 其在今年两会修改宪法 有关非公经济的表述 提高民营企业 和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文章最后写到 非常时期 需要非常之举和非常之勇 想要恢复民众 尤其企业家的信心和信任 习近平当局 必须把马云请回来 为受冤案的企业家进行平反 修宪提高民企地位 三个选项中锚定两个 然而习近平 可能没有这样的胆识和远见 三件事情 一件也不去做 白白流失信任 那就等着继续沉沦吧 中国各地出现 爆炸性新冠感染浪潮 官方推行所谓的 硬阳静阳 快速过风 试图两个月后达到群体免疫 结果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殡仪馆排起长龙 药品短缺 多个国际研究机构预测 除非采取新的预防措施 否则最坏情况将是 今后四个月 中国新冠死亡人数 可能和美国在整个 三年疫情区间的 死亡人数相当 美国之音报道 随着疫情延烧 重症 危症患者激增 白肺现象 引起民众担忧和恐惧 有人担心 由于成绩风控 Omicron并没有完全取代 其他毒株 无预警解封后 杀伤力更强的原始毒株 和Delta毒株重新现身 美国内科医生血液 及肿瘤专家范昭红说 Omicron被称为 新冠感冒是没错 可是中国有个严重问题 那就是 国内接种疫苗率相对不够 其实最应该接种的就是 85岁以上的 65岁以上的这些人 免疫功能不强的人 现在一开放就生病了 资源不够 所以不能给他们更好的治疗 推特上流传的一段视频 重新为了快速过风 不仅不限制大型活动 反而组织大型聚会 以此来宣传正常生活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 和免疫学教授何迈指出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的医疗系统 都是想把这个曲线拉平 让曲线平缓 中共当局提出快速过风 要一个非常陡的曲线 这么陡的曲线 马上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造成医疗系统 医疗资源挤兑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些真正需要照顾的人 可能抢不到照顾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由于北京当局 不提供可靠的感染和死亡数据 外界只能靠筛选信息 对中国做出疫情风险评估 总部位于英国的分析公司 Alfinity本周 给出了一个可怕的短期预测 到4月底 新冠死亡人数将达到170万 此外专家担心 中国感染激增 可能会出现更可怕的新毒株 不过美国健康指标 与评估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夫·莫里 认为这种风险很小 他认为 从免疫学的角度 新变种不大可能 在免疫幼稚人群中出现 但由于中国疫情数据的不确定性 中国疫情何时结束 恐怕只有天知道 尽管疫情已近爆炸式增长 但北京当局依然一再拒绝 接受美国提供的疫苗 彭博新闻社1月6日报道 由于担心出现新的变异毒株 及其对经济的冲击 甚至导致全球疫情大流行卷土重来 美国已反复通过各种渠道提出 向北京提供mRNA疫苗等援助 但是中共一直不愿接受 彭博社的报道援引之前市的消息报道说 美国最近几周加大说服北京的努力 其中一位人士表示 双方继续通过卫生渠道进行对话 然而中共官员每次都坚定回应说 局势完全在控制之下 不需要援助 为了避免中国在接受外援方面的政治敏感性 报道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 数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说 美国官员甚至还提出了 以间接的方式供应疫苗 但有关官员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内德·普莱斯六日表示 我们已经向北京提供了新冠疫苗 他们公开表示 他们很感激这个提议 但他们现在不需要 当然我们会继续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有学者称 存储条件是北京不愿意进口 美国疫苗的一个现实原因 美国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 所要求的存储条件很高 辉瑞疫苗在2摄氏度到8摄氏度只可以存储5天 中国的冷冻设施 无法适应大规模部署其疫苗 而国产疫苗的冷藏要求不高 和其他已广泛使用的疫苗的存储要求基本相同 北京虽然拒绝接受疫苗 但也有迹象显示 中共似乎并非完全拒绝美国的抗病毒技术 路透社六日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中共正在与辉瑞进行谈判 以获得许可 在中国生产和分销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跨国制药公司生产的 抗新冠口服药Paxilovit 报道员以一位消息人士说 自上月底 中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一直在主导与辉瑞的谈判 希望在农历新年前敲定许可交易的条款 中国1月8日取消了入境防疫集中隔离 渴望带动出境旅游潮 由于东南亚国家目前不会像欧洲日本和美国一样 对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实施新冠强制裁建 东南亚各国旅游经济预计受惠最多 路透社报道 新冠病毒正在中国14亿人口之间迅速传播 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仍将于1月8日开放边界 在严厉风控三年后 预料会有一波渴望解闷的游客 蜂拥出国 联昌国际私人银行经济学家宋承焕指出 重新流动的这类中国观光客 会选择最低限度麻烦 并前往不需要筛减的地点 进而渴望让东南亚受惠 目前澳洲 英国 印度 日本和美国等国家 都要求从中国入境的旅客 必须出示新冠阴性裁建证明 但柬埔寨 印尼和新加坡等 东南亚国家都没有这类规定 除了马来西亚和泰国会对班机废水 进行病毒检测以外 东南亚11个国家对中国旅客 没有差别待遇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于去年12月公布的调查显示 7成6的中国旅行社 把东南亚列为恢复 出境旅游时的首选地区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